國民黨進行總統初選國政 說明會 明明候選人是要談願景 郭台銘卻史無前例 利用電視直播的場合 批評起了電視臺 對準單一媒體炮轟 引發外界質疑 攻氣私用 俠願報復 對一個總統候選人來說 嚴重失格 在發表會中 郭台銘揚言 如果富士康受到大陸威脅 他即使已經辭去董事長 也有能力隨時轉移生產基地 不受對岸控制 這個說法在民嘴眼中 顯得太天真 郭董是不是把自己想得太美好 你覺得你在那邊二十年以上 你真的不需要接受 中國大陸的任何控制 而且你想想看 富士康之前還發表聲明說 怎麼可能不會在大陸撤廠 對啊 這個就是富士康 自己都打臉的郭董 因為郭董說 我隨時都可以撤廠 其實過去他就曾聲稱 在大陸可以隨時關廠 不過遭到打臉根本說假的騙選票 北京說你郭台銘不聽我的 你把你工廠搬走 我二話不說 我我馬上搬 誰是 到底是誰怕誰 到底在大陸是習主席是老大 還是郭先生是老大呢 況且如今 鴻海在大陸擴大投資 何來關廠之說 加上郭台銘已經辭去鴻海動作 似乎不宜再介入鴻海經營 更何況決定官場姿勢體大 國民黨內初選白熱化 吸引選民免不了出其招 只是說大話說空話 針對媒體抹紅鬥臭 對國民黨選情到底有何好處 記者綜合報導